No one will come between us 来了客官 放映是今日主打容易上火的红茶 让我们一起品一品茶中的血腥恐怖的故事吧 当一个适时追求完美的雅科医生 发现自己的人生出现不可原谅的差错 他究竟会因此疯狂到什么地步 今天小新为大家带来的电影是 于1996年上映的美国恐怖片《魔鬼牙医》 洁白的房间中 艾伦正在自己的想象中做着手术 他神色和蔼动作优雅 可虽然一声尖叫声响起 洁白祥和被彻底撕碎 而一切都要从那天发生的故事开始说起 艾伦作为远近闻名的雅科医生 高超精湛的医术赢得许多患者信任 只是人无完人 他畜生入化的技术下 藏着对万事追求完美的偏执 同时身为雅科医生 他有着十分严重的洁癖 总是会因为衣服上不起眼的污渍 冲着妻子大发雷霆 表面上看似完美的幸福生活 就像一件华美的袍子 下面藏满屋垢与狮子 看着丈夫暴怒的模样 妻子送出早已准备好的中年礼物 盒子里精致的白金袖扣 让艾伦的怒火得以平息 看着喜怒无常的丈夫 妻子虽然有些无奈 但还是在艾美的气氛中 计划起今晚的纪念日 情志浓时二人不禁拥吻起来 但妻子似乎是不想让丈夫察觉到什么 匆忙结束对话转身上楼 在叮嘱完妻子注意分寸后 艾伦准备前往诊所上班 临走前他交代清洁工 将泳池打扫干净 可车子刚开出车库 他就从手上的污泥觉察出异常 看着从妻子手臂处蹭到了泥水 想到他嘴里莫名出现的烟味 心中不由得泛起一丝疑 于是他捏手捏脚地回到家中 透过窗帘缝隙 眼前的景象不禁让他感觉五雷轰顶 复杂的情绪顿时冲上头顶 艾伦回到书房拿出手枪 眼神狠立地来到泳池边 看着眼前这对尚在行苟且之势的男女 他将妻子的头狠狠按在男人身上 然后用手枪抵住二人 语气颠恐地控诉着妻子 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费尽心力给他提供优渥生活 换来的却是他肮脏的背叛 看着艾伦歇斯底里的模样 清洁工连连求饶 可怒火中烧的艾伦可没打算就此放过他们 只见他将手枪塞进清洁工嘴里 随着一声枪响 艾伦不由得震颤一下 从刚刚的幻想中回过神 艾伦此时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工作 哪怕诊所里已经乱成一团 早已超过预约时间的患者们抱怨不已 更有人怒气冲冲地起身离开 见状前台不由得紧张起来 可艾伦却始终不接电话 他不知道原本一向准时的医生 今日正游走在精神崩溃的边缘 见到如此混乱的场面 副医师只能暂时接管病人 而艾伦正跟踪清洁工来到邻居的后院 就在他手握手枪逐渐逼近时 却被邻居发现 为了搪塞对方的询问 他不得不随便编造一个理由 好在邻居并没有起疑 只是在他打哈欠时 艾伦眼尖地注意到他嘴里的坏牙 由于职业习惯 他要求邻居来找自己检查一下牙齿 将邻居打发走后 艾伦悄悄来到后院 可谁知他却看到 这个可恶的清洁工精四处留情 刚从自己家出来 居然又和邻居勾搭在一起 这让艾伦感到愤怒的同时又感觉无助 他靠着铁门失魂落魄地坐下 可是一只邻居家的小狗 竟冲上来对他狂吠 他被小狗激怒狠狠踹向铁门 却意外将狗放出 看到向自己猛扑而来的小狗 艾伦的眼神瞬间凌利 随着一声枪响 他的情绪似乎恢复平静 回到诊所之后 他一言不发地躲回办公室 桌上和妻子的合照 仿佛正在嘲笑自己 他双眼通红眼里夺眶而出 恍惚间 竟然看到清洁工的身影 出现在妻子和邻居的合影中 妻子和邻居的娇笑声不绝于耳 他难以忍受将照片锁进抽屉 调整好情绪后 他开始接待今天第一位客人 在得知男孩是第一次来看牙后 艾伦贴心地将母子安排在 充满童趣的诊室里 母子两人对于周围的环境十分满意 然而艾伦却在接下来的检查中接连失手 妻子的背叛让他精神恍惚 男孩洁白的牙齿在他眼里 竟变得满是污泥 这让他不小心弄伤孩子 然而在面对母亲的质问 艾伦却不停狡辩 加上愤怒地抱起孩子离开 这一幕让大厅里的其他患者面面相去 也引起副医师的注意 他推开房门试图关心艾伦 可却看到他正疯狂地吞着药片 面对如此反常的情景 副医师汇报完患者的情况后连忙离开 而艾伦似乎做出了艰难的决定 他拨通妻子电话 让他今晚来诊所和自己一起前往餐厅 妻子有些不耐烦 但还是满口答应 艾伦玩弄着手枪 脸上却展开诡异的笑容 挂断电话后 双方都流露出最真实的情绪 各自低声咒骂 但面对反凿的工作 艾伦不得不舒适好心情 面对下一个患者 患者作为一名选美模特 对于自己的牙齿十分看重 而不同于副医师的诊断结果 艾伦则认为患者需要更复杂的治疗 无奈他只能和护士交换 可数前准备时 模特并不愿意使用麻醉针 艾伦只好搬出一氧化弹 同时将他唯一的助手赶走 房间里只剩下他和患者两人 随着牙钻尖锐刺耳的声音响起 模特不由地紧张起来 他的手向着艾伦当步抓去 言语间还有些许威胁的意味 只是此时的威慑力远远不足 听起来仿佛是在调情一般 艾伦被他的举动吓到 一种肮脏感不由地冲进大闹 他感觉自己的裤子被模特弄脏 听着模特的风言风语 艾伦加大一氧化弹的伎俩 模特因此一时朦胧 恍惚间艾伦发现躺椅上的模特 竟赫然变成妻子的样子 这让他紧紧攥住模特的脖子 可他似乎并不满就此结束妻子的生命 不由得松开双手 而模特也开始不停咳嗽 艾伦连忙掩盖自己的罪行 可模特已经挣扎起身 这引起经纪人的注意 连忙冲进来将模特带走 对于诊室内发生的一切 艾伦闭口不谈 护士却意外发现了藏在角落的丝袜 他瞬间明白刚刚这里发生了什么 他将自己的发现展示给副医师 但很明显他并不想声张 于是又将丝袜悄悄收起 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这时税收官来到诊所 他表示艾伦的税务情况令人担忧 对于税收官的目的 艾伦心知肚明 他压低声音让对方到办公室等他 可刚刚得知一切的经纪人 冲进诊所 愤怒地将艾伦打倒在地 他扬言要因为艾伦的所作所为起诉他 众人不明所以地看着状况之外的事情 可艾伦虽然心知肚明 却毫不慌张 他大声咒骂着经纪人的行为 将所有患者赶走 甚至连自己的下属也不放过 一时间诊所内空无一人 他满意地摆放起医疗器械 而妻子也在为今晚的约会盛装打扮 随着夜幕降临 穿着性感的妻子来到诊所 走廊镜头传来悠扬的音乐 看着门后古典气息浓重的诊室 妻子听着艾伦的解说 坐上那台棕色堂椅 而此时的艾伦已经知晓一切 他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 心中熊熊燃烧的怒火 让他不顾妻子的挣扎 用手中的丝带勒住他的脖子 艾伦拧开一旁的一氧化氮 妻子终于不再乱动 见状他用麻绳将妻子固定 拿起一旁的器械操作起来 他用荧光闪闪的钳子 压住妻子的牙齿狠狠发力 竟生生将妻从牙床上拔落 妻子随之发出痛苦的尖叫 但这依旧让他难解心头之恨 艾伦盯着妻子挣扎的模样 眼神冰冷毫无怜悯 难难自语的声音犹如恶魔的语 他毫不手软再次发痕 拔下第二颗牙齿 他咬牙切齿 嘴角抽动 仿佛用尽全身力气 整事里传来阵阵惨叫 夜幕降临后 艾伦将妻子带回家中 看着院子里的泳池 他眼神阴郁 此时的他已经被妻子的背叛逼疯 为了将妻子留在身边 他竟不惜一切代价 而第二天早晨 警察就调查到他家 原来昨天他离开邻居家不久 邻居就发现自家爱犬死状惨烈 警察发现一枚蛋壳 通过现场分析 11名小偷 为了获得更多线索 他们开始在附近走访调查 很显然 艾伦早出晚归的职业作息 没有引起警察的怀疑 在例行询问之后 就前往下一家调查 然而就在他们刚刚离开后 清洁工竟从泳池里 打捞上来一根舌头 而泳池边一动不动的女人 也让他开始怀疑 于是不由得上前掀开 盖在他脸上的太阳帽 艾伦妻子血肉模糊的脸 赫然映入眼帘 只见女人此时双唇红蓉 口中不停流着鲜血 原本洁白整洁的牙齿 如今尽数消失 血喷大口中 只剩下残缺的牙齿 和蠕动的舌根 被割掉舌头之后 她只能发出喊呼的声音 但这也不能阻止 她向清洁工求救 只见女人伸出手臂 不停求助 可下一秒 她祈求的眼神 瞬间变得惊恐万分 原来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落在窗边的艾伦眼中 此时她手持尖刀悄然出现 轻轻一刀就割开清洁工的喉咙 对方染指自己妻子的行为 让她十分愤怒 艾伦不停地挥舞着手中的匕首 鲜血随之四箭喷射 脖子上的致命伤 让清洁工无力反击 此时只能不停后退 而艾伦却步步紧逼 同时口中还阵阵有词 怒斥清洁工肮脏的行为 喷茧而出的鲜血染红整件衬衫 做完一切之后 她将匕首扔进泳池 换上洁白的衣服 向着诊所赶去 来到诊室之后 艾伦若无其事地接待着邻居 听到对方讲述着昨天发生的事情 还不知廉耻地夸在着清洁工 愤怒让她大脑冲血 静止拿起电钻 冲着邻居的牙齿磨去 丝毫不护邻居正不停惨叫 一旁的护士忍不住阻止 却引起艾伦的不满 这时复应是向艾伦叫走 原来昨天的睡省官再次前来 这让艾伦十分暴躁 她明白对方的意图 不过就是想从自己身上捞点好处 护士趁机让邻居离开 因为她对于艾伦的精神状况十分担心 当艾伦回到诊室发现一切后十分愤怒 她扬言要将护士辞退 而对方也实在受不了她殷勤不定的脾气 将自己昨天在角落发现的丝袜拿出来 逼问艾伦到底在诊室做了什么 而此时这条丝袜在艾伦眼中已经变得肮脏不堪 看着艾伦目瞪口呆的模样 护士表示自己会将她告上牙医协会 这让艾伦惊慌不已 连忙拉住她试图解释 可对方完全不听 愤怒之下她用丝袜死死勒住护士 虽然护士奋力挣扎 但力量悬殊 最后还是不幸身亡 此时艾伦的情绪已经失控 怒火已经将她彻底蒙蔽 惨无人道的杀戮在诊所内拉开帷幕 就在短外媚准备进入诊室时 税收官横插一脚 她以为自己占尽便宜 却不知是加快了自己死亡的进程 艾伦神色匆踪 甚至忘记藏好口袋中的丝袜 她关紧储藏室的大门 回到诊室里接待税收官 对方充满挑衅威胁的话 让她愈发愤怒 听到税收官提到自己的妻子 艾伦将一眼化淡的剂量调高 税收官断食意识朦胧 借此机会 她用绳子将其死死固定 完全不顾对方的哀嚎 她将口腔撑到最大 直到税收官的下巴因此脱臼 艾伦引气胸怀将牙钻伸入对方嘴里 看到税收官试图抵挡 她毫不留情地冲着舌头按下哑钻 税收官痛苦的哀嚎声响彻诊所 副医师忍不住前来查看 可当她询问到护士的下楼时 艾伦变得十分暴躁 这让她非常害怕 不由得退出诊室 而警方在看到弹道分析结果后 第一时间就锁定了艾伦 他们驱车前往她家 可屋内始终无人应答 这时鲜血顺着瓷转缝隙 缓缓流到警察面前 两人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 他们冲进房子 看到清洁工倒在血泊中 而艾伦妻子也满脸鲜血 瘦创严重 房间中并没有艾伦的踪影 他们只在桌子上 发现大量精神类药物 这让他们深感不安 连忙向艾伦的诊所赶去 此时诊所内 犹如暗无天日的地狱 副医师发现了护士的皮包 这意味着护士并没有离开 随后他四处搜索着 艾伦和护士的下落 却在税收官的诊室里 看到令他永生难忘的场景 这时艾伦阴沉的声音 从身后响起 正让他不由得喊毛乍起 只见眼前的税收官 面容扭曲满嘴鲜血 而艾伦却衣冠楚 神色冷漠 他一把抓住试图逃跑的副医师 向他的动脉里推入空气 随后副医师就浑身 抽搓地不起 瓦巴里响起前台的呼叫声 原来短发女还在等待艾伦接诊 短发女听从安排进入诊室 警方也向诊所赶来 艾伦在接二连三的刺激中完全崩溃 此时她眼中的一切都肮脏不堪 短发女口中洁白整齐的牙齿 在她看来已经腐败坏似 她拿出口袋中的手枪对冢患者 短发女尖叫的模样 在她眼中俨然变成妻子的脸庞 一瞬间艾伦有些迟疑 而短发女也抓住机会狠狠反击 她咬上艾伦的手臂 拼命向门外逃去 可整个诊所以已经被艾伦锁死 走投无路之下 她跑进储藏室试图躲过追击 听着走廊里步步紧逼的声音 她紧张得不敢动汗 突然一颗脑袋靠上她的肩膀 失踪已久的护士赫然出现 如此惊悚的体验 她后背发凉 不顾一切地向外面爬去 而下一秒出现在墙上的影子 让她顿感不妙 连忙躲进一旁的诊室 但房间里的一切 远比刚刚的景象更加恐怖 只见顺手官浑身是血 而副医师也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估不上自己还身处险境 短发妹连忙上前解开 顺手官万间的绳索 却没发现艾伦已经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自己身后 只见她十分斯文 却如同衣冠禽兽 将短发妹猛然扑到 两人开始不停拉扯 眼看着短发妹难逃一劫 这时顺手官竟挺身而出 为她逃跑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看着艾伦从门缝中伸出的手指 短发妹很快关上房门 慌不择路地选择了隔壁的房间 她并不知道这两件诊事彼此相连 此举无疑是将自己送进虎口 看着神色癫狂的艾伦 短发妹惊恐地后退 可艾伦此时俨然已经将她 当成了自己的妻子 她控诉着短发妹的肮脏 但似乎是察觉到 艾伦对于牙齿的重视 短发妹连忙表示 自己一定会好好刷牙 只求艾伦能够放过自己 甚至她听到这话 竟真的停住手上举枪的动作 晶莹的绿珠从她眼角留下 她看着短发妹诚恳的眼神 似乎是找到共鸣一般 比喻气病态和短发妹许下约定 警察赶到现场后 只看到劫后余生的短发妹 摊在唐椅上不停啜泣 艾伦的身影早已消失不见 他们急忙询问艾伦的下落 可短发妹对此一无所知 就在他们束手无策时 艾伦已经驱车 冲向她曾经任教的学校 历史间课堂上哀嚎四起 唐椅上的患者备受摧残 学生们却敢怒不敢言 在听到她竟然要拔掉 所有患者的全部压制后 学生们十分震惊 纷纷立在原地不敢动弹 艾伦竟拔出手墙威胁大家 在她眼里 学生们纷纷变成自己的杀术 她面容扭曲声音模糊 不停地质问着她 为什么要杀死自己 而唐椅上的患者 也变成满脸鲜血的税收官 鲜血从她嘴里源源不断涌出 此时艾伦彻底精神失常 她将一名学生当成清洁工 毫不犹豫地开枪将对方打伤 此时她心中的愤怒已经达到极点 看着前来抓捕自己的警察 她挟持学生向外逃去 逃亡途中一阵悠扬的歌声 引起艾伦的注意 舞台上的女人 身着妻子的黑裙 站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似乎被歌声感召 此时的她已经热泪盈眶 全然忘记自己现在的处境 她悄无声气地缓缓靠近 就在伸手触碰到女人肩膀时 出现在她面前的 竟是妻子红肿片形的脸 艾伦被自己的幻觉吓得跪倒在地 将她随之赶来 他们站在艾伦身边 看着她五声哭泣 她的世界中 妻子正对她肆意嘲笑 艾伦视红落魄地看着远处 在之后的审判中 她被关入精神病院治疗 每天她都在洁白的房间中自言自语 甚至还要面临纷纭的精神折磨 只见艾伦被关进小黑屋中 周围的器械十分熟悉 牙钻尖锐的声音充斥在房间里 掩盖助她拼命地呼喊 而她的牙科医生正是之前 被她狠狠折磨的妻子 或许是她的恐怖梦魇 又或许是一抱还一抱 妻子露出粉红的牙龈 诡异地冲着艾伦微笑 本片作为1996年出品的影线 设定十分新颖 把一天使化身恐怖的魔鬼 牙医所代表的精湛技术 和艾伦天职洁癖相呼应 扭曲的幻想和真实的世界紧密结合 竟有几分一换一针的意味 影片精髓在于牙科本身自带的恐惧感 相信有过补牙经历的大家 听到那熟悉刺耳的电钻声 就感觉身临其境 寒毛直立 而对于艾伦 小青认为她所作所为是阴暗深恨 直到影片最后 她依旧深爱着妻子 以至于在幻觉中还是妻子的身影 哪怕这场悲剧的源头 来自妻子的背叛 她也依旧无法将其从脑海中抹出 不知道你们是如何看待这部电影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小青讨论哦 好了小青讨论区要打烊了 如果喜欢小青讨论区的影片 记得帮小青点个赞 你们的鼓励是小青坚持补习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爱你们 嗯啊